本土剧女星李清明完成九次化疗,32岁的她破文和癌细胞说要和平共处惹哭网友。 李清明因本土剧《甘味人生》被众多观众注意到也因此累积许多粉丝,然而因忙碌拍戏的她竟在去年7月公开表示自己罹患了卵巢癌,在那之后她经历了九次化疗,终于在最近控制住了癌细胞。 近日她在生日时,与脸书上开心po文,又多活了一年祝我生日快乐,并且开直播向大家分享自己因病得到的感触,还分享自己的生日愿望就是身体健康。 李清明说,许多网友都会主动分享自己生病的心得,其中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发表自己的感慨,认为没有及时注意健康,才会导致生病的结果。 李清明因此深深感叹为什么人总是要失去过才知道珍惜,痛过才知道健康可贵。 她也说,在生病之后,她对生活和人生有了不一样的看法,现在也渐渐调整饮食和生活作息,心胸也渐渐打开,即使心里还是害怕着体内癌细胞的不确定性,她也决定要相信现代医疗科技。 有着这样的改变,李清明变得比从前更加快乐。 除了养病,李清明还很努力地好好过生活,甚至和癌细胞喊话,嘿!和平共戳。 我们让粉丝不禁感到心疼和佩服。 人活着如果没有健康和开阔的心胸,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,所以大家都该注意生活作息及饮食,并且好好享受人生,别为了小事困扰才是。 最后,大家看到没有空的胸,使得很努力地。 所有的缔独 taste,我们要注意出来。